那恐怖的伤口便彻底从叶琛身上消失了 叶琛的面庞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气息无比平稳 这不是安然无恙 什么是安然无恙 叶琛竟是硬生生地承受了摩飞鱼与摩奇梨 这两名天神镜巅峰强者的权力攻击啊 不说摩飞鱼 那惊天震悚的剑光风暴 就是摩奇梨他身上的道刺 每一根都是酝养了上万年的 为的就是施染着惊天一击 其威力比之摩飞鱼的那一剑 只强不弱 可即便如此 两人的攻击还是对叶琛无法造成丝毫伤势 太恐怖 叶琛冷冷一笑 这一次他的实力提升到了混沌镜六层天 可不是单单一向的提升 而是全方位 尤其是岩碑的神脉对战力的提升 无论是生命力力量灵力神魂等等等等 都有所提升 不过叶琛也感觉自己的力量到了一个平静 若是想要继续提升 恐怕需要的机缘会不一般 这一下 摩飞鱼和摩飞鱼和摩飞鱼真的是没有任何与叶琛继续战斗的想法了 他们的精神已经彻底地被叶琛的强大所摧毁 以两人的实力 比那在场其他魔族更能体会到叶琛的强大 下一刻 摩飞鱼与摩七里毫不犹豫地一转身 朝着两个方向逃顿而去 那万种魔族都愣住了 摩飞鱼与摩七里逃了 竟然违抗魔皇的命令逃了 难道在他们心中 叶琛比之魔皇陛下更加恐怖 摩七里与摩飞鱼知道 自己逃了 等到魔皇降临 他们99%会死 可现在 留在战场上面对叶琛 则是100%会死 那倒不如逃 逃了 就算是最后死了 也能多活一段时间不是吗 可逃得掉吗 叶琛的目光瞬间锁定了摩飞鱼 摩飞鱼的速度确实很出色 它是御外天魔之中的羽魔族 同样是顶阶血脉 不比角魔族差 而羽魔族最擅长的就是速度 摩飞鱼不仅是羽魔族 更是羽魔族中的天才 速度至上 能超越摩飞鱼的很少 所以摩飞鱼对于逃跑 还是很有自信的 可惜的是 他遇到了叶琛 叶琛神脉开启之后的提升 是全方位的提升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速度 叶琛目中寒忙一闪 淡淡道 急武 神闪 下一刻 其身形从原地消失 一瞬间便出现在了摩飞鱼的背后 咔嚓一声轻响 一柄长剑 冻穿了摩飞鱼的胸口 摩飞鱼难以置信地 看着胸前的剑刃 吼着鲜血难难道 你 你的速度 怎么可能 叶琛淡淡道 你确实很快 但比我还差了一丝丝 说吧 毁灭神道 从剑锋之上爆发 瞬间将摩飞鱼 化为了血雾 然后 他一转身朝着摩飞鱼追去 相比于摩飞鱼 摩飞鱼的速度就太普通了 眼见连摩飞鱼都瞬间死在了叶琛手中 摩飞鱼竟是一咬牙 止住了身形 放弃了逃跑 突然之间 摩飞鱼浑身浮现出无数异样的凸起 竟是要重新长出一根根道刺一般 他对着叶琛嘶吼道 叶琛 给我停下 叶琛看着摩飞鱼淡淡道 怎么 还要攻击 摩飞鱼面色骤然阴狠下来道 攻击 连我酝氧数万年的倒刺 都无法伤到你 何况是这临时生成的 叶琛双目一眯道 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不过 摩飞鱼音测测地笑了 无法伤到你 可是那些人族妖族海族呢 叶琛闻言身色骤然一变 他皱眉道 你若是攻击了下方战场 可知会有什么后果 不仅是我方战士 连你天魔族的士兵 也会死伤惨重吧 摩飞鱼争鸣一笑道 那又如何 反正你杀了我之后 天魔族的战士 也会被你斩尽杀绝吧 叶琛神色阴沉了下来 这摩飞鱼倒是很聪明 该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放摩飞鱼离开吗 摩飞鱼的倒刺攻击 不仅范围极广 而且发动也是极快 叶琛虽然有信心 已击将摩飞鱼斩杀 可他还真不敢说 能够将摩飞鱼的倒刺 全部拦下来 而只要有几枚倒刺 落在下方的战场上 都会对那千万战士 产生难以估计的损失 摩飞鱼可是一名 天神静九层天的强者 两人就这么站在空中 对峙着 摩飞鱼面带冷笑 这看起来无敌的人族小子 也并非完全没有弱点嘛 在摩飞鱼看来 叶琛心肠太软 这时候如果是魔族的话 根本不会向叶琛顾虑这么多 叶琛的神色也愈发难看起来 时间并不站在他这一边 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 都有大量的人族妖族 海族战士死亡 而与那数十名 天神镜魔族交手的龙天妃 也快要支撑不住了 叶琛终于开口道 摩飞鱼 你可以走 但你只能返回域外 不能留在神国 或是灵武大陆 摩飞鱼如果留在这里 将对神国和灵武 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这是叶琛绝不允许的 这些战士之所以 在此不顾生死的奋战 不就是为了阻止魔族 染指神国与灵武吗 摩飞鱼冷笑着点头道 可以 他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 关于叶琛弱点的情报 即使是回到域外 把这个情报交给魔皇 即使他违抗命令 也可以救自己一命吧 叶琛 你的妇人之人 不仅会伤害你 还会害死灵武大陆 与神国的所有人的 摩飞鱼一转身 随手撕裂空间 就要返回域外 临走之前 还对着叶琛露出 一个诡异的笑容 可就在此刻 那空间裂缝之中 竟是骤然展出了一道剑光 这剑光无比凛冽 并且带着激迫万法的气势 摩飞鱼面色大变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会在此时遭到别人的偷袭 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偷袭 而是一击能够威胁到他的偷袭 该死 摩飞鱼骤然一惊 能够威胁到他的 至少是一名天神镜中后期的武者 此人是从哪里来的 摩飞鱼根本没有时间考虑 手中骤然多出了一柄三棱刺 挡下了那飞速斩来的一剑 轰隆一声巨响 这一剑被摩飞鱼挡住了 虚空之中一阵波动 一道人影倒退了树部 嘴角溢出一缕鲜血 显然 此人虽然也是一名天神镜武者 但其实力却与摩飞鱼有着不小的差距 摩飞鱼凝视着那名人类男子 寒声道 该死的砸碎 竟敢偷袭本尊 给我死 眼前这名人类男子 实力不算太强 摩飞鱼有信心一出手 就将其秒杀 其周身摩飞一起 三棱刺上 抱起了一道寒芒 就要朝着那人类男子 激射而去 可这一招却永远没有机会 真正打出了 因为一道剑光闪过 摩飞鱼的头颅 已然与脖梗分离 摩飞鱼掉落的头颅 在空中旋转之际 呆呆地看着自己 正喷涌着鲜血的无头尸体 这一刻他才猛然想起来 叶尘还站在自己身后啊 因为抵挡了那人类男子 一击的片刻 不到万分之一个呼吸的功夫 让叶尘有了出手的机会 轰隆一声 毁灭神道气息爆发 摩飞鱼的身体 头颅都化为了血雾消散 叶尘神色淡淡地 看着眼前的男子 并不意外 他一挥手将一枚自己炼制的丹药 扔向那名男子道 谢谢 这名男子赫然正是 第一神国的极致天才 钟祁轩 此时 钟祁轩的修为 居然提升了如此之大 叶尘的语气虽然平淡 但感情却是无比真挚的 钟祁轩能出手 其实是冒着风险的 也因为他的出手 叶尘才能如此轻松地 避免了下方战场的战士们 受到摩其林的伤害 钟祁轩接过丹药 却是面带苦笑之色 原本 他以为自己跨入现在的境界 与叶尘的差距 应该缩小了一些才对 可是 一击就能秒杀自己的 天神镜巅峰域外天魔 面对叶尘之时 却宛如蝼蚁一般 随意碾死 这哪里缩小了 哪怕一丝丝差距 反而扩大了无数倍啊 钟祁轩彻底绝望了 叶尘根本不是凡人能够比较的 哪怕是万古天才 拿自己和叶尘做比较 那就是自己找不痛快罢了 此时 叶尘对钟祁轩的到来 竟是毫不意外 以他神魂的强大 早就感觉到了钟祁轩的靠近 之所以拖延了摩奇黎那么久 也是因此 可笑的是 摩奇黎还以为发现了叶尘的弱点 完全不知道 自己根本是在叶尘的算计之中 钟祁轩的到来 叶尘并不仅仅是感应到而已 可以说 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完全是因为叶尘的安排 不仅是他 很快 钟祁轩身后空间波动 接连涌起 一道道身影在浮摩山的上空 纷纷涌现 其中赫然有不少叶尘的老熟人 凯渊剑派的岳柔 血缘宗的欧阳熙 第一神国神盟的宋金义等等 当然不仅仅是他们 还有他们带来的众多门人 下属 足足有上万 而且都是精英 岳柔等人看着那魔族大军傻眼了 震惊了 不敢相信了 这军事 比之七国之中最强大的第一神国所面对的 还要强上数倍呀 第一神国第二波魔族进攻 只有少量 这样的人数 以第一神国的底蕴而言 不算什么